吴尼朗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所以开始带您来看到第18届金土奖颁奖纪2022年台湾地理资讯的研讨会 13号的上午在台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花莲县地理资讯整合应用平台荣获第18届金土奖智慧国土年度特别奖 以及最佳推动服务奖 由建设处长邓子余代表接受奖 花莲县政府配合内政部国发会提升智慧治理能力落实智慧国土 透过空间资讯的共享应用 搭配跨机关的互惠协作 开创出高效辩明兼具智慧友善的优质公共服务 让县政府在实践联合国多项永续发展目标上 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是有得到了一个 就是在这一次第18届的金土奖里面 有这个国土智慧国土的一个特别奖 这个特别奖像就是每年都有一个 这个特别贡献的一个单位 去得到国发会来颁证这个特别奖 那另外呢 我们也得到一个推动服务奖 就是在我们整个应用上面呢 可以结合各单位的资讯 在未来的这个智慧治理 跟整个国土智慧方面呢 有提供很大的贡献 那也得到一个智慧的这个推动服务奖 未来会有一个更中长城的一个计划 包含现在目前政府正在力推的这个数位轮身 就是Digital Twin这个东西 那整个把相关的这个包含城市空间 包含我们这个在推动这个跟各单位在智慧治理方面 就是在业务上面的应用方面呢 做得更完善 更全面 花莲县政府十多年来推动空间资讯的基础建设 包含将整个都市计划的便民服务系统去做相关整合 建立起整个花莲的地理资讯应用服务平台 未来会持续推动中长城的计划 包含现在中央力推的数位轮身 持续深化应用空间资讯 让各项政策的规划构思能更完善细致 记者林杰台北市采访报道